健康的點心就會想說 那是什麼啊是不是很難吃 那如果說正餐真的吃不足夠蛋白質 我們點心就可以用這種好的蛋白質來補充 例如說可以吃 嗨大家好我是若育營養師 我覺得第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腸胃道吸收的問題 那腸胃道我們就分腸跟胃 我覺得可以先聊聊胃 因為有一些人他很容易胃會不舒服 我覺得我超勇敢 我覺得尤其是高中 我就開始很在意覺得自己很胖這件事 但是我一點都不胖 我那時候就生怕自己超過50公斤 就覺得很快不天 所以我一直在19然後就戰戰兢兢 那我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有時候晚餐會喝 什麼玉蛙、拐奶之類的 當作一個正餐 我真的好適合當營養師喔 就是以前都吃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或是說跟朋友分一個池上便當 但是這樣有一餐沒一餐 然後變成我胃就非常的不好 很容易脹氣 然後有一陣子才因為學生時期熬夜 然後就是12時才潰癢 所以整個胃搞壞 那胃搞壞之後等等我覺得 你就會吃東西很容易不舒服 然後就會導致我們吸收啊 消化吸收整個有問題 那再來有一種就是 腸道吸收不好 這個感覺跟 現今的基因可能比較有關係 那我們的腸道上面它其實有絨毛 就是一個一個的絨毛排排站 可以幫助我們就是把營養素去吸收進去 那我們一站會分泌這個消化液 它會幫助我們把這個飲食的 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還有脂肪去分解成小塊 要把大塊的營養素切小塊 才有辦法進入腸道的絨毛去吸收 那這種腸胃到消化不好的人 有一部分是因為它的消化液不夠 那變成它的食物都很大塊 沒辦法切小塊 然後腸子就會因為對於這個大分子 就很難消化吸收就會以為是外來路 可能就會有攻擊的狀況 那這樣的話就會導致一些吸收不良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 像是荷爾蒙的平衡 或是說每一個人呢 我們像有一些人壓力很大的時候 他就會去爆吃 但有一部分人是壓力很大 就會少吃 那這個我就覺得還蠻跟心理因素有關係的 這個也是會影響到我們進食 然後想不想吃跟好好吃飯 然後又會影響到胖跟瘦 對 所以我覺得原因還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最核心的 大家都要看看說 自己的腸道到底健不健康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像我們前面一直強調的 腸胃道的健康平衡 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點是所謂的飲食營養 這邊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這個高熱量高蛋白的飲食 大家可能看到高熱量就會嚇到 想說這樣是不是會變超胖 我們這邊講的其實是適當的增加熱量 那一般來說呢 我們可能會先從 每天增加300到500大卡來試試看 再來呢很重要的是 足夠的優質的蛋白質 什麼是優質的蛋白質呢 我們食物裡面總共有六大類的食物 優質蛋白質呢主要是富含在 豆魚蛋肉類 豆是指那個黃豆赤品的豆 豆腐、豆干、豆漿、豆包 這類型的豆魚蛋肉類 跟乳製品 這兩類裡面的蛋白質 因為它胺基酸的排列的比例上 評分是優質的蛋白質 所以我剛剛講的 如果要增重 這邊攝取到的蛋白質 能不能足夠的量 這跟我們身體整個 全部的細胞組織的運作 都很有關係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肌肉 大家蛋白質應該很明顯 都會直接聯想到肌肉 那再來呢 適當的好油脂 外食的人 Omega 6都吃了20倍 那Omega 3只吃了一倍 Omega 3它比較是抗發炎的脂肪酸 它會在一些生海魚油 或是一些堅果類裡面會有 或是養牙人油 那Omega 6其實在很多的 像大豆油、葵花油 沙拉油、麻油裡面其實都有 那不是說不好 只是說我們太容易吃的太多 所以才會建議說我們選擇 這種Omega 9的烹調用油 不要去影響剛剛3跟6的這個平衡 那所以Omega 9的油 就是所謂這個烹調可以選用的好油脂 像是橄欖油 芥花油、苦茶油 菜籽油、酪梨油 都是屬於這類型不錯的油脂 那大家就會發現說 Omega 5外食好像很少這樣的來源耶 對 因為它比較貴 所以如果大家家裡有在煮菜 我是覺得你們可以選用 剛剛我說的這類型比較好的油脂 那再來呢 其實豆魚蛋肉類裡面 剛說這個優質蛋白質的來源 它裡面是富含油脂的 像是說鮭魚、鮪魚、青魚、秋刀魚等等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種 Omega 3來源的這種 深海魚油類型的食物 它也是所謂的好油脂 所以大家可以把這些食材 加入自己的飲食 或是吃一些堅果類 可以幫忙我們 就是在Omega 3這邊的油脂 能夠吃得比較豐富一點 再來呢 適量的好澱粉 不是說不吃白飯 而是說我們先把這種 比較不好的精緻糖拿掉 可以適量的吃 本來就可以吃飯啊、吃麵啊 那當然如果有人又更注重健康 他覺得他想要吃比白飯 又更適合的一些澱粉 那我們就可以選這種圓形的 然後這很可愛 像是說地瓜、芋頭、山藥、馬鈴薯、南瓜、蓮某、銀角 聽完想說 蛤?這好像很少吃耶 我覺得這種人不用去特別算說 你一定要把剛講的這些 好的圓形的澱粉拿來取代飯 我覺得沒有關係 就是本來就可以吃一些白飯 配一些這些類型 剛講的圓形澱粉 它其實都蠻好的 因為有富含一些膳食纖維 跟維生素礦物質 就是維生素礦物質 能夠幫助我們整個這個身體工程 代謝運轉起來 它對於增重當然是有幫忙的 好 最後呢 我們要補充健康的點心 健康的點心 就會想說 那是什麼啊?是不是很難吃? 那如果說正餐真的吃不足夠蛋白質 我們點心就可以用這種好的蛋白質來補充 例如說可以吃 魚蛋豆腐啊 茶葉蛋啊 或是什麼 水煮蛋啊 蠔豆啊 堅果也不錯 淘的脂肪 那因為對於增重來講 健康的點心 我們會希望是有熱量的 所以才會選擇這種蛋白質 跟堅果類的食物 那當然乳製品也很不錯 大家可以選擇一些牛奶啊 或是一些無糖的優酪乳也可以 那如果是為了增重的話 我們點心就不用說就是吃了一堆青菜 因為它相對來講熱量還是比較低 我們會希望能夠去在這個點心上面 能夠幫助我們一整天的熱量 能夠幫到攝取比較多 就是所謂的這個適當的增加熱量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聊聊這個第三點就是 良好的睡眠品質 還有就是平衡的自律神經 自律神經這邊跟大家聊聊 那我們這裡面有分所謂的 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 副交感神經它掌管的就是我們的消化 跟睡眠的一些狀態 它能夠讓我們的心跳變慢 跟我們的呼吸變得比較和緩 那就能夠好好的去消化眼前的這個美食 或是我們能夠真的安靜下來 去進到一個好的睡眠的狀態 就跟我們的副交感神經非常有關係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 這好像是已經配一個開場 大家其實副交感神經有時候 真的在晚上的時候 沒有辦法好好的運作起來 然後幫助我們去進到一個想要睡覺的一個狀態 那睡眠我們到底能夠自己做一些什麼樣的幫忙 幫助我們就是更好睡呢 我覺得第一個很重要的是光線 全黑的環境的確是幫助我們睡眠能夠比較進入到這個狀況 那還有另外一個現在也算是文明導致的一個狀態 就是所謂的藍光就是3C的產品 那藍光這個東西它就會讓我們 吞黑技術分泌的減少 所以為什麼說睡前不要滑手機 其實真的是有原因的 不是說很像什麼老人鹽都這樣講 就是它是真的有一個科學上的邏輯的一個根據 我們光線聊完很重要的是 所謂的自然光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就是疫情那時候大家很常居家工作居家上班 如果都沒有去曬到太陽的話 它的確對於身體的一些自動的生理的節慮 是會有影響的 就我們沒有看到太陽會搞不清楚 身體會搞不清楚現在到底是白天晚上真的會有差 所以呢現在已經疫情比較開放 大家如果OK還是建議白天都多曬曬一點太陽 是真的會幫助晚上的睡眠 這也是跟我們就是 吞黑技術生理節慮是有關係的 那現在有一些那種適量的按摩啦 或是泡腳放鬆都能夠幫助我們身體去 在睡覺之前去整個安靜下來 進在一個休息的一個模式 我覺得這些都是還蠻好的一些方法 這個問題喔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非常的想要了解 因為份量在傳統大家會想說 是不是要秤重 是不是我要真重或是減重 就要買一個秤 然後開始去看說我們這個肉幾顆半幾顆 我們現在的在營養上面的溝通一些方式 我們會使用一些隨手可得的一些工具 比如說你的手掌啊 或是一整個手掌或是拳頭這樣很簡單的單位 或是說你的大拇指醬指腹的這個大小體積等等 去做一個很簡單的份量上的計算 那份量到底要怎麼抓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把握一個原則 你要增重的確是熱量要增加 那你只要吃的比你以前的份量有多 其實它就是一種份量的增加 但是哪一種食物的份量應該要加多少呢 這個真的非常回到個人化 這時候就很適合需要一個營養師幫他評估說 喔原本你可能一天都吃 隨便舉例一千兩百大卡 那我們就可以先加一個三百大卡 變成一千五等等 但是我覺得雖然熱量歸熱量 但是大家不用太執著於 真的一定要符合計算說 那我快算一天一定要一千五 其實用一些簡單的份量 像是一千五 那營養師就會告訴你 我要怎麼搭配你的飯或是豆魚蛋肉類 青菜乳製品油脂 或是乳製品 重複 好 水果 這六大類食物 應該怎麼搭配到 符合這個 一千五百大卡 那這個真的沒有一定的規則 因為每個人也是習慣任何不同 有人跟牛奶 他就是會拉到肚子 他可能就 不太能在乳製品攝取的太多 那最最最一般可能 適合大眾大家想要了解分量的話 推薦大家可以搜尋我的健康餐盤 就是衛福物國健所出的 就是最簡單均衡飲食的一些內容 大家可以去搜尋我的健康餐盤 最後我自己還蠻有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覺得 我們真的不是要去追求體重的數字到底是多少 還是反而是把你的腸胃道養好 然後不要一直發炎 才能夠真的把你這個食物裡面的養分 好好的在身體裡面做一個運用 我覺得才是比較重要的 好我覺得這一題也很不錯 好每一題都不錯 八號數頭出來的 然後就好麻煩 那一看很多肥肉 我說那你摸我的鼻就插我 然後他一摸我就說 哪有你都是骨頭 還說我要 喜歡我們每一次的影片 幫我們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